观众朋友 一方面的是假期的临近 另外一方面进入夏季也是到了锤钓的好季节 目前呢 新西兰有一款钓鱼的手机软件呢 就能让锤钓者能够更加的手法锤钓 您在合法钓鱼吗 夏季是一年中休闲鱼业最忙的时候 今年初级产业部要求休闲钓鱼者钓鱼之前查看规则 避免被罚款 规则主导员Dan Benjen说 这是休闲锤钓者对捕鱼负责任的态度 应发挥自己的作用 节约资源 锤钓者可以通过新西兰免费的钓鱼规则手机应用软件和免份文本服务 或通过当地的初级产业办公室领取一本小册子查看规则 也可以登陆网站fish.govt.nz 新西兰钓鱼规则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帮助锤钓者识别休闲钓鱼的种类及其信息 如法定最低尺寸 每日最高限额和区域选址 该手机应用软件包括不同地区的不同规则 一旦下载后可以随时随地查看 同时视频内容还展示了如何正确释放尺寸不足的鱼 及如何判断小龙虾的性别 这些信息可以免费发短信索取 锤钓者可以编辑鱼的名称 例如BlueCode发送到9899 就可以收到包含大小限制信息的免费回复 对于那些喜欢印刷品的人 初级产业办公室可以提供特定区域的规则小册子 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Face.govt.nz 或电子邮件info at MIPgovt.nz